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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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计算 诱化 不断的诱化 减弱几步 最后得到一种超连接的异性 所以这个异性的话 是一种空气动力学反射剂 获得的异性 它可以提高 连接麻素 目前 我们称作的高雅人数的科技大部分使用的就是超连接的异性 那么对于我们无人机来说 如果在高雅人数或跨胜数范围的话 也可以采用超连接的异性 那么很多我们通过手册 所查到的异性 不论是美国的 俄罗斯的 还是中国的异性 有的时候 往往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无人机实际的要求 因此呢 我们要对原有的异性进行修改设计 这种修改设计的方法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 就是通过对异性的参数化进行诱化设计 那参数化的方法很多 有一种叫CST方法 来对异性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气息进行参数化造型 然后再对异性进行诱化 诱化的目标函数通常是胜作品最大 那是最大的胜作品 那么优化的方法呢 通常有利用多导遗传上法 还有序列二次规划法等等 刚才讲的是疫情的设计 那么机翼的气动设计的话 那么应该和飞机的话比较接近 它的重要集合参数 一个是机翼的面积 还有个就是机翼的展现品 那么对于有后领域的机翼来讲 那么展昌展显比就不是简单的展昌和全长制比 而是展昌的平方和机翼的面积之比 还有个参数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对于后领域的机翼的话 它的后领角很重要的 后领角有两种表示 一种是前沿的后领角 还有一种是这个私奋之夜 这个旋长这个地方这样一个旋线的后领角 还有一个叫根绍皮 也就是根部的旋长和稍部旋长制比 这几个重要的参数 空气动力去设计的话 一个重要的集合指标 就是平均空气动力的宣传 这样一个参数 那什么叫做平气空气宣传呢 就是把给定的机翼的展昌的 各段的气动力举特性 加以平均而计算出来的 等面积的矩形翼 这样的大量机翼的宣传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一个有后领域的 有不同大小的根绍皮的这样一个机翼 用一个相当的举行机翼来代替它 这样一个宣传 因此它严格的计算是用计分来计算的 那么对于T型翼 有支线边缘的T型翼 它有个简单的代数计算方法 就像用这个公式 就会计算出空气动力去的宣传 以及它在机翼上的位置 同时还可以通过空气动力宣传 计算出机翼焦点的位置 机翼焦点的位置 通常是在空气动力宣传的四分之一 宣传中 那么机翼的平面群传设计和气动力的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极大 因为机翼就是和其他不同交通工具 一个最主要的特色的一个部件 那么它的不同的展现比的机翼 它的阻力系数不一样 展现比一大 它阻力系数也小 那么不同展现比的机翼呢 它的胜利系数不一样 展现比一大 它的胜利系数也大 那么根据刚才这个定义的话 是不是展现比一大也好呢 那也不一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对不同的马和速 也就是对不同的飞行速度 它是不一样的 这机翼实际上伸出比较大 当时在高速的时候 又可以 因为特别是在临界马和速处会产生击波 那么它阻力很大 所以这机翼的话 并不适于高速的无人机或飞机 那么高速的无人机或飞机的话 它就要裁定于后六角的形式 而且随着后六角的震大 可以提高银界马和速 延缓进步的产生 来降级波主 那么同时这个图还反映了 后六角和胜利系数的直径的关系 后六角一大的话 它的胜利吸收的血力会降低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 机身的气动外形设计 那所谓机身的设计 它不外乎什么 要有最够的装载 系统失备的这样一个容器 同时我们希望的 气动阻力比较小 而且有利于机构布置 和机翼的安装 对于无人机来讲 它的机身和设计的小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的系统的设备 要少得多 而且体积比较小 无人机的外形设计 还有一个好处 更有利于隐身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机身和设计的 更加小 更加扁平一点 这样呢 使雷达和红外的反射强度 和大大的减小 我们再讲一讲 唯一的气动设计 唯一通常由水平唯一 和垂直唯一组成 水平唯一 包括前面的水平安定面 和后面的胜降度 那么垂直唯一呢 包括前面的垂直安定面 和后面的方向度 方向度 还有一部分呢 压式部阶的 和三一面的无人机 它前面呢 设计有压抑 压抑的功能呢 相当于这个 胜降度 后面的胜降度的功能 那么唯一设计 它有个重要的参数 叫做伪容量 什么叫伪容量呢 伪容量就是 这个伪一的相对面积 和它这个伪一 和重型直径的 相对利弊值的成绩 那么简单来讲就是 单位重量下的 这个伪一 它对重型产生的 相对利局 这是个很重要的 因为它为了平衡机翼 那么 平尾是这样的 垂尾也是什么计算的 它包括的 比方叫平尾 那么L就是平尾的 维尼币 平尾的面积 以及相对于 记忆的面积 和空气动力 全程 这样一个 利局之比 对纳利斯的 罗逊强的无人气 它维尼币的长度 通常等于 机身的60%长度 另外一类 像组合体的 器重设计 比方讲 像医生拥合体 它没有 没有唯一 以及非意识不具的 这样一个无人气 典型的 有美国的L45 欧洲的神经元 以及美国的X47 X47B 都是一种 一神融合体 和非意识的 这样一个无人气 那么这样的事迹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出于衍生 衍生性能比较好 同时 它的生种性 也比较大 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L45 它中间带有寄生 当时很扁平的和记忆融合的寄生 还有两侧有厚的翼 这样一个布局 那么它的控制是怎么控制呢 它主要靠后部的几种颈腹翼组合 来带起屏尾和垂尾的方向度 升降度来控制这个无人机 那么这一句话我们要讨论楼下几个问题 一无人机的异性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如何改进原有的异性 第二个问题是 无人机的平均系统寻常有何作用 如何计算 第三个是无人机的机翼的焦点和全机的焦点 它是如何计算 四 不同展现比和不同后立脚机翼的气动特性 有什么变化 五 无人机的机身与有人飞机的机身有何不同 六 唯一的伟利弊的物理行业是什么 唯一如何对无人机起稳定性的作用 七 即身融合体 它没有伟意 其纵向和横向的稳定性是如何保证的 我这一刻就见到这 谢谢